YES STYLE的包裹 嗨沛寶又收到YES STYLE的包裹了 我們今天一起來開箱吧 因為我覺得其實這個購物APP的好處 就是不管是在美國或是在台灣 都可以輕鬆買得到 那我自己很喜歡在上面跳一些韓貨的衣服 等一下也會試穿新衣服給你們看 這裡的話比較多都是日韓的彩妝保養品生活好物 有一些是回購囤貨 然後有一些是我覺得真的太奇怪了 一些奇怪的新東西 就一起來開箱囉 好 先來更新幾個我在YES STYLE上面 就是必囤貨的好物 好了 首先第一個就是 ECL三合一眉筆PD05 就是這個色號 我超級喜歡的 它很快速就可以暈染得很均勻了 上面有我基本上就是會常在那邊囤貨 接著呢就是資深糖心肌彩妝 心肌精魅清雨粉餅 那上面的話呢也直接就有補充蕊了 所以我也會在上面就是補貨 就是這個真的很好用 這一個粉餅是我來到美國之後 基本上就算我今天沒完化妝 我也會習慣用它就是稍微去拍在你毛孔出大的地方 它的毛孔修飾效果真的很好 像我現在裝出來還算完美 可是我覺得也可以試一下 就是把它試在這裡 它就是會把那個肌膚的那些紋理都瞬間抹掉 皮膚看起來就很好 雖然它就是這種乾粉類可能你會覺得偏乾 但是它是有保濕度的 我肌膚算是偏乾的人 可是我用它我都覺得非常的完美 所以這是我很喜歡也一定會持續不斷回購的一款粉餅 然後在上面就直接就有補充蕊了 也可以去買就是補充的部分 好 好接著當然就是五層化妝棉 這是我一直不斷使用的卸妝最好用了 你可以一層一層把它剝掉 就是髒了一層再換一層 然後還有濕膚的時候也很好用 我都會在上面不斷的回購 好接著要跟你們更新的是 YesStyle的聖誕倒數禮盒 裡面不是有24款韓國彩妝保養品的一個正貨嗎 那其中這兩款是我自己用了之後覺得 很值得單獨再購買再回購的 首先第一個是這個竹膜 這個竹膜它是會脫皮的 會脫皮屑 等於說你敷完之後的一個禮拜之內 會不斷的掉腳皮 雖然我覺得是蠻糗的 感覺很像香港腳之類的 所以如果有重要的約會 絕對不要用這一個 它只適合你躲在家裡偷偷用 其實像現在冬天就很適合了 因為冬天可能比較不會穿涼鞋 那你就可以趁機去幫你的腳稍微換皮一下 那我之前使用過其他品牌 就是這一種會掉皮屑的 我都覺得它脫的沒有這麼的乾淨 然後會有那種不均勻的感覺 例如說這邊可能脫了兩層 這邊才包包的一層 所以你會覺得那個中間就是 那個過渡期過渡的很久都沒有辦法脫乾淨 我用這一款我覺得它脫的還蠻均勻的 我現在的腳就是整個全部都脫掉一整層 它是很均勻你不會覺得說 就是有哪一塊沒有脫好之類的 它連腳背腳上面的這裡也會幫你整個脫皮 脫皮完之後我覺得腳變得比較白 然後整個摸起來好嫩喔 我覺得這個好用好用 然後還有這個愛心腮紅的一個面膜 看起來覺得還蠻遜的對不對 我本來也對它不抱持任何希望 想說可能就是一個裝可愛的東西 結果殊不知它很厲害 它厲害的點在於哪裡呢 因為我是直接把這個愛心 撕對半敷在法令紋毛孔粗打的地方 你會發現當你拿掉的時候 那個毛孔是很明顯被撫平被抹平的 所以它對於就是肌膚很乾的地方 然後還有毛孔的地方 它的那個敷完之後的那個效果是真的很明顯的 這個也是不要以貌取人 不要以為它不好用 實際上真的很好用我好喜歡 好接著呢我們來開箱幾個奇怪的新東西 首先第一個 這個是我之前就有在instagram上面看到寒妞 然後在臉上滴紅色的精華液 感覺很恐怖很像整臉在流血一樣 對我也有滴一下你們可以看一下 很恐怖對不對 它真的很酷 但其實它最大的功效是去嚼脂 等於你洗完臉之後然後使用它 稍微按摩一下再用水洗掉 你的皮膚會變得很嫩很嫩 這個我已經用過了 我覺得它的那個效果還蠻好的耶 就是一款長得很奇怪 然後有一點恐怖的東西 可是實際上你的皮膚會變得很嫩 它很適合接下來聖誕節要交換禮物之類的 你就可以送這個 看起來很像雪漿耶 萬聖節已經過了 不然的話萬聖節也可以用這個 拿它來當血 其實還蠻好用的 這個蠻可愛的 那接著呢還有兩個東西 這個我還沒有用過 我們一起來試一下好了 這一個我覺得它很酷喔 它有點做的像是那個口紅膠的概念 但它最大的功能呢 這個是要拿來除鼻頭粉刺 打開之後就可以看見 它上面直接就有一些黑色的點點了 鼻子摸點水 它這個有顆粒感 所以其實用起來有一點痛 就是去角質的感覺 用嘴巴邊覺得更痛 差不多就這樣 然後沖水洗完之後呢 整個超鼓溜的 你會覺得整個皮膚是很乾淨很乾淨 就是鼓溜鼓溜的 嗯 好像還不錯耶 應該是有深層清潔到 然後接下來這一個超可愛的 是小朋友的小面膜嗎 你看 打開之後 真的就是有一片 好小好小的面膜喔 這個其實它是卸妝加洗臉的 等於說如果你要去旅行的話 你就帶這一片 然後放在手上加點水 就可以卸妝加洗臉了 好像蠻方便的耶 又很可愛 然後接下來呢 還有一堆可愛的小髮夾 我覺得秋冬很必備這種抓毛夾 夾起來你就會覺得整個還蠻溫暖的了 然後還有像豹紋 也是我很喜歡的 有這種長條方形的 跟有鏤空的 然後還有實心的 我覺得其實夾起來的感覺都不太一樣 跟這個是骷髏手 它整個是水鑽喔 看起來還蠻酷的 一個夾子 然後這個我上次也有介紹過了 它是夾瀏海的 如果你要旁分瀏海的話 你就這樣子夾著 晚上夾 然後到早上的時候 它這個弧度就會很好看 然後如果你是希望讓那個 中分之類的 然後讓那個中間 中分的那條線邊邊也邊膨的話 你也可以這樣子夾著 這個太好用了 我還有再買一個粉紅色的 我還沒收到 然後 這種 大夾子 也很好用 除了可愛的小髮夾之外 這一次 我有挑了 挑染的髮片 因為我之前就很想要像 LISA最新的髮型一樣 就是有耳圈染 那 我查了一些資料 可是後來發現說 好像又要漂欸 我已經受夠漂頭髮的髮質了 整個摸起來很粗 我覺得現在好不容易頭髮留這麼長了 就不捨得去漂它 所以我就在上面找了這一種 就是挑染的髮片 想說 欸 可以把它接在這邊 然後我到時候再把它剪短 就是 等於說像是假的 然後把它 藏在裡面 有微微的一點顏色 感覺很好看欸 我挑了這一個藍色 藍的還蠻有質感的 另外還有這一個 這是什麼 薄藤色 藤色 就是會更溫暖 有女人味一點 然後 它的髮質 我覺得感覺是還蠻好的 另外的話呢 因為我現在過渡期 雖然可以綁馬尾 可是我覺得頭髮 好短喔 然後想說 欸 可以買個髮片 可以稍微假裝快速 就是變長髮的樣子 然後就是這樣子 到時候可以 呃 好好的整理一下 然後拍幾張照給你們看 可是呢 我發現就是我之前接髮 用髮片 很輕鬆就可以很好看 是因為我短髮 但是到我頭髮到肩膀的時候 那個斷層好明顯喔 變成說 買這種接髮的髮片 可能要量比較多 才有辦法去蓋住你的那個斷層感 不然的話就是我要把 我的那個頭髮夾得很直 它才能夠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所以好像要花更多時間整理頭髮 所以就覺得 好吧算了 感覺就是 直接買一頂整頂式的夾髮 稍微過癮就好了 就這種髮片 嗯 就還好 那接著呢 給你們看 我有新睡衣了 因為現在天氣變涼了 想說 挑個可愛的睡衣 我上次的那個 微笑笑臉的黃色睡衣 也是Yes Style上面的 那我這一次挑的是 藍色的格子套裝 看起來就很舒服 很好睡覺齁 好啦 很簡單的睡衣 好睡衣的話呢 我最在意的就是 鬆緊帶的部分 不要是那種很容易亂翻亂捲的 它看起來做工還不錯 然後彈性也是舒服的 腰不會太小 所以這個睡衣 我覺得可以耶 不摸起來也是軟軟的 嗯 還不錯 質料還蠻好的 它好像也有紅色 只是我想說 挑藍色比較中性一點 好那接著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挑了一些什麼新衣服 好第一套 我換上的是這種 可可亞色的運動套裝 它一套是一起賣的 那雖然我收到的時候覺得說 它的質料 呃 沒有這麼的精緻 尤其是褲子的這個褲頭 就你會覺得就是 比較亂糟糟的 沒有到這麼的 像是Nike 或者是愛迪達的那種 車線的感覺 但是 它的價格相對 其實也是親民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套 以它的布料軟軟綿綿的 加上顏色好看 所以其實我收到的時候 還沒有洗過 我就連去穿三天了 我覺得好舒服喔 好舒服喔 然後它是那種 現在韓國很多運動套裝 都會故意做 把考克 車線 車在外面 看起來就是很隨性 那一開始你會覺得說 欸這衣服是不是穿反的 我一開始也是這麼覺得 欸怎麼這麼像是穿反的 可是越看越好看欸 因為你看它 是有點 肩線過大 就是oversize的這種肩線 你會覺得很好看很隨性 那它的褲子也一樣 就是在側邊 有考克的車線 有兩個口袋 所以其實穿起來的舒適度 我覺得還不錯喔 我是168公分 我覺得它大概就是 蠻剛好的 我覺得個子較小的女生 穿起來可能會更好看一點 我會覺得有一點 啊太短了 我希望它就是更大一點 然後 就是很多人會穿這種運動套裝 外面可能配羽絨外套 西裝外套都很好看 那我現在呢 就直接先套上一件 我挑了 呃 黑色滾邊的 針織外套 我覺得它看起來 就是還蠻舒服的 今年其實很多人 會穿這種 毛線針織外套 有點oversize 底下配 格子百折裙 整個青春洋溢還蠻好看的 就有學運風的感覺 那我現在直接把這個外套 就是套在我的運動套裝外面 好很簡單的一件 黑條紋 米色的針織外套 也一樣就是oversize的肩線 然後這個毛線是有一點厚度的 所以它不會垂垂的 那不會刺 就整個是還蠻舒服的 接著我要換一條 很好看的高腰牛仔褲 它穿起來之後呢 會是 這邊是腰 它上面的地方又有點那種 花苞的感覺 好我先直接套上 然後呢我順便搭一件 就是短板的針織外套 好牛仔褲它的腰間 就是有一個很可愛的領口設計 但是 我覺得它的尺寸 就是有偏大 因為我買M號 可是整個就是鬆鬆的 然後它是寬版 所以沒有我想要的那種效果 我覺得它不太顯瘦 所以還好沒有很推薦 那接著呢這一件上衣 好好看喔 我上次已經穿過了 它最大的特色其實是這個釦子 你看它釦子是有外面一圈的 我覺得算是蠻有設計感 然後加上它的那個織法 這邊就是有那個交叉設計的織法 然後我上次穿的時候 是乖乖的扣整齊 那我後來發現它旁邊 也還有兩顆扣子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扣歪 這樣扣歪好像更有設計感 然後下面就是這種不規則的毛邊 扣整齊就是一般乖乖的針織外套這樣子 也不難看啦 就是這樣子 它這邊就有兩個扣子 扣整齊長這樣 重點是它的版型是好看的 然後這邊有一點的鬆度 不會讓人家覺得你的手臂很粗 它的肩線是有一點就是比較過大 所以看起來就是現在韓國很流行的 就不會是那麼復古 穿了十年前的針織外套的感覺 好就很簡單 我覺得板鞋還蠻好看 但我希望它可以再短一點 就是可能戴著長度會比較好 好我現在換了一條白色牛仔褲 它大概只有九分長 就是不是全長的 這條超舒服的 它是有彈性的喔 然後穿起來我覺得 就是舒服之外 它有一點鬆 略鬆 就是它尺碼有一點偏大 所以你不怕會太緊 就有一點鬆鬆的 反而會覺得說 欸你是不是變瘦了 那種感覺 欸還蠻好看的欸 就是配這一件針織外套 然後現在再直接穿上 剛剛米色有黑色車邊的 這件針織外套 這樣配白色褲子 我覺得看起來還蠻清爽的 用兩個口袋 好接下來我套上的是 毛毛的針織外套 這是完全一見中情的款式 它有好幾個顏色 那我覺得這個奶油色 算是每年都比較看不膩的 而且會覺得很乾淨 我現在就直接配個白色的褲子這樣子 好有氣質喔 接下來我們來看的是這個 Lip Hop的爆紋蛋糕裙 它中間有開叉 然後挺高腰的 蠻可愛的欸 好接著看一件 長版的西裝外套 它是雙排扣的 因為我很少這種黑色的長外套 所以就挑了一件 那這一件的話呢 它是很oversize的 所以整個肩是寬寬大大的 穿起來就特別有含味 看起來蠻酷的齁 好接下來這一件 斷面的斑馬長陽妝 也是我一件中情的 我當時就覺得說 搭這個毛毛的針織衫 會很好看 很有女人味 確實穿起來也蠻好看的 但是呢 我覺得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太大了 整件超鬆超鬆的 我只要稍微動一下就會曝光 所以會建議你 裡面可以搭配高領套頭穿 或者就是裡面可以搭T-shirt也可以 那單穿的話 就只適合在家裡拍拍照 就是不要有過大的動作 不然很容易就會曝光 可是顏色還蠻好看的 這樣出門就不會擔心太露了 然後又還蠻休閒的 重點是這個斷面的材質很好看 好最後呢 再套一下長版的黑西裝外套 好簡單開箱了幾套 Yes Style上面選的韓貨 喜歡哪一套嗎 那所有的單品連結 我都會整理在資訊欄的地方 有興趣你可以自己點開來看 那接著呢 還有一套它不是Yes Style上面的 但是是美國這邊就是還蠻知名的一個 設計師品牌叫做JING 他們的話呢 就是有提供他們的新款讓我選 那我實際上就是挑了一套 收到之後我覺得 其實質感還不錯 如果說你剛好喜歡這種 他們的衣服有一點偏OL 如果你是想要找一些上班族的衣服 資料比較好的話 或許你可以參考看看 那我挑的這一套我覺得它的質料真的還蠻厚實的 一個是灰色的高腰百折 他們有給我一個折扣嘛 但是我沒有做任何的回扣之類的 就是你有興趣剛好買他們家的東西的話 你就可以用那個折扣嘛 那這一件Oversize的毛衣呢 它的側邊是有白色車線的 然後有高開叉 我最後也簡單套上這一套 就是給你們做參考 有興趣可以自己去逛一逛這個網站 穿起來 這件毛衣它的尖線會落在這裡 看起來就還蠻慵懶可愛 那裙子的部分呢 它是有做內裡的喔 所以不用擔心會曝光 就是它有一個安全褲的感覺 整個質料非常的厚實 然後有點散狀的A字裙 然後這個毛衣我覺得它配米色的長褲 和聲的牛仔褲應該也會蠻好看的 好 感謝收看 Bye 我們下次見